蜗牛看西游第325期文 观众期待很高 甚至有人提出赵丽颖是唯一能取代朱连岩女王的人 在2017年底最期待的电影中 西游记女儿国排在第一 在四不贺岁电影中 蜗牛选择的第一部观影影片 就是西游记女儿国 但是看了之后满心失望 由于该片评分太低 最后排片及票房城断崖式下降 甚至连儿童片雄出墨都干不过 问题出在哪里 主要在导演编剧 对女儿国国王与唐僧的感情美丽清楚 赵丽颖不像个女王 唐僧不像个高僧 写了一部狗血青年男女剧 再加上和神与国师的畸形恋 让很多观众后半截昏昏欲顺 本期《蜗牛》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唐僧究竟对女王动心没有 他为何不敢留在女儿国 二 我们先来说说唐僧为何不敢 我们先从唐僧的身份分析起走 唐僧第一个身份是金蝉子 如来的二徒弟 他为了完成如来的取经大业 如来费尽了心机 又是送他去东土投胎落户 又是设计让几世民入套 又是想尽办法 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 又是哄骗孙猴子戴上紧箍咒 可以说想尽了一切办法 才是取经工程顺利启动 如果唐僧留下了取了女王 如来会不会震怒 唐僧的第二个身份 是唐王李世民的干弟弟 李世民为何让他去取经 主要是地狱之行吓破了他 决定召开水陆大会 但观音明确告诉他 如果不到西天取得大成真金 水陆大会开了没用 所以唐僧是带着唐王的嘱托上路 唐僧如果中途当上门女士了 唐王的希望不是落空了吗 如来诵经指认唐僧 其他人他肯定不给 他一怒之下会不会派兵把女儿国灭了 第三唐僧是一个念经为也的和尚 他以念经为生 以念经为荣 唯一的本事除了念经还是念经 结婚贤 你可以念念经庄庄大神 结婚后必须得管理国家大事 再天天念经 小心国家都要被高垮 相信唐僧还是有自知之明 此外 以前蜗牛已经分析过了 四圣是陈心 表明上看是猪八戒被调戏了 实际上观音是杀猪下唐 收拾猪八戒不是目的 目的是警告他不许有色心 小心被收拾 因此 女儿国再多情 唐僧都不敢留下来 三那么 谁最清楚实情 明白唐僧心思呢 有人说 是孙悟空 的确 孙悟空知道唐僧的身份 也明白观音和如来的心思 知道唐僧不敢不娶西田 因此帮他设计了一个假结婚 骗取女王信任 导宦官文后 楚城拉着唐僧就走 但是 孙悟空却不知道唐僧真正的心理活动 那就是唐僧的确懂了心 知识碍于以上四个原因 还有三个徒弟的监督 又不得不走 只有一名妖 精才真正了解唐僧的真实想法 并且毫不留情揭穿 他是谁呢 蝎子精 就在女王与唐僧拉拉扯扯时 一只旁观的蝎子精突然闪出来 喝道 唐玉帝 哪里走 我和你找风韵而去啊 一阵风把唐僧抓走了 在洞中 唐僧扭扭捏捏捏不愿就犯 结果蝎子精端来两盘包子 接他的端 且看原文是怎么说的 那官将一个素嬷嬷劈破 地狱三藏 三藏将个婚摸摸胡伦地狱女怪 女怪笑道 玉帝 你怎么不批破于我 三藏合掌道 我出家人 不敢破婚 那女怪道 你出家人不敢破婚 怎么前日在子母河边吃水糕 今日又好吃邓沙县 三藏道 水糕传去急 沙县马行驶 行者在隔着眼 听着两个言语相攀 恐怕师父乱了真心 忍不住 进了本下 彻铁棒喝倒 念触无礼 以前蜗牛在读这部分文字时 弄得云里无礼的 不知啥意思 其实 作者写这段对话 绝对大有深意 表明些字经完全知道 唐僧在女儿国的真实心思 这是用包子打比喻 再接他的短 在我国古代民间 包子是代表女人的某个部位 而妖精给唐僧破了一个包子 则暗示唐僧 他愿意被唐僧破了 而唐僧给蝎字经一个没破的包子 则是告诉妖精 他不能失身 这是拒绝了 蝎字经说出了下面的话 你出家人不敢破婚 怎么前日在子母河边吃水糕 今日又好吃邓沙县 三藏道 水糕传去集 沙县马行时 前面的一个吃水糕 与后面一个水糕 可不是一个意思 前面水糕是水糕的意思 类似今天的地方方言吃豆腐 意思是邀请笑唐僧 昨晚你都吃了女王的豆腐 今天又假正经 可我装起来了 唐僧急忙解释 水糕传去集 沙县马行时 意思是无论是昨晚 还是现在 我都做不了主啊 都是你们逼迫我 我是被动的 孙悟空听到这里 觉得要坏事 于是赶紧现身 给妖精一棒子 此宗上所述 唐僧其实是对女儿国国王对了心的 孙悟空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只有蝎子经知道 唐僧其实缠心并不稳 那么蝎子经为何比孙悟空了解得更深呢 因为蝎子经曾经在如来坐下听了很久的免费经 后来如来不愿意了 要赶他走 他马上在如来中指上遮了一下 疼得如来匹呀裂嘴 叫了八大金刚捉他 居然没捉住 所以 有了西天经历 在蝎子经心目中 所谓高增都是假正经 表面上对女人漠视 其实内心渴求得很 可惜的是 连如来都不怕的妖精 最后某日新官来了后 叫了三声 他居然就被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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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居然就被吓死了